当时我就没跟你说 后来 好久不见呀 这次你不逃了 这是你朋友 索性你看着我 今天就给你好好处理起 不是 你干什么呀你 你谁呀你 干吗 我是谁 我是他爸 你干什么呀你 不许动啊 不许动啊 你干什么呀 我不用你给我提气 你知道你儿子 干了什么好事吗 这女得罪你你说 那你也不能上来就动手啊 有事放你跟我说 我替你收拾她 五年前 他俩一见钟情 小夕不管不过 爱得死去活来的 就准备结婚 就她在领证当天 一声不吭就跑了消失了 行了 你别说了行不行 这是五年前的姑娘 我说了 当时我不对 是 我是对不起 夏小夕 我道我歉了 你们还有完没完呢 道歉 你现在道歉有个屁用啊 你知道你当时 给她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吗 你要分手可以 光明正大地说 没有谁会缠着你不放 但是你呢 你个胆小鬼 你就会逃跑 发个信息说不结婚了 这是人干的事吗 你知道因为你逃婚 她整个人生都毁了吗 五年前 小夕本来有去 波士顿音乐学院 深造的机会 但只有因为你 她在选拔会上 连一首完整的曲子 都弹不出来 她从此以后 就再也没有碰过钢琴 你知道你毁了她的前途 毁了她实现梦想的机会吗 你知道你走了之后 她一个月瘦了二十斤 天天失眠神经紊乱吗 你知道我跟肖默 还有她爸妈轮番陪着她 生怕她干出来什么傻事 你知道她得了抑郁症 看了一年的新的医生 吃了多样药才还回来吗 你别说了 小夕 我不说她怎么知道 对你的伤害有多大 她还以为她几句道歉 就可以弥补你 你居然还帮她求婚 你是不是傻了 我就是傻 我是神经病 你高兴了吗 陈炯 你个混蛋 你离小夕远一点 告诉你不要再靠近她 没有你她过得更好 放心 这求婚的事她懂得 谢谢你们 在这里 我才不要再靠近她 你喜欢小夕远 我这件事情 请�로 我